然后就被别人看走了 见识了你看到了 总共有19块钱银 99.9% 都还年了 西安是为央区的一个专厂 挖出了200多枚金饼 总值超过20亿 然而还没等专家赶往现场 金饼就在一夜之间被抢光了 甚至没能见到第二天清晨的太阳 这是很快就轰动了全国 跪着把钱挣了的很多 但玩下要捡钱的这还是第一次 单单一枚金饼拍卖价就高达1000万 劝借得了好处的人尽快归还 因为我没有拿到 开个小玩笑 这些金饼的主人究竟是谁 土下两三米就有金饼 那再往下伸挖 会不会出土金馒头经过呢 废话不多说 我们继续往下看 其中一些因为没有抢到而眼红的 或者文化素质比较高的工人 事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主动联系了当地的公安局 并且配合工作人员一晚上收回了100多枚金饼 当时我们谭家派出所的民警 及时的出警 将这个现场进行封锁 最后呢 足够的把这个现场的这个出土的这个金饼 足够的进行收警 可开展没两天 转场这边一个电话让众人激动不意 就在施工现场竟然又爆出来一堆金饼 好在这次不用提醒就很自觉地拉起了警戒线 等到考古专家赶到现场后发现 这些金饼直径足足6.3厘米 背面凸起正面凹陷 每一块都是纯度999的半斤重黄金 这在历史上都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专家估算这些金饼的总价高达上亿 一时间考古界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西安专场意外挖出上百枚金饼 等考古专家赶到现场后 只剩下一个略显凄凉的大坑 这些金饼个个重达半斤 市值千万 经过洛阳产初步挖掘后发现 这些金饼应该是西汉时期某位名门贵族的陪葬品 因为在整个考古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两次大规模金饼事件 并且都是汉代牧葬 一次是汉代晋王夫妇的墓中 还有一次就是河北的中山淮王墓葬中 但出土的金饼数量也仅有几十枚 这次多达两百枚金饼的出土 就连专家都惊呼阔气 专家通过翻阅史料后发现 西汉时期的人们格外钟爱黄金 当时的皇帝就经常拿黄金赏赐给老苦功高的大臣 就比如汉武帝时期 他自己就酷爱黄金 一生收藏黄金无数 再加上为人慷慨 只要是有功的人 就奖励大把大把的金银财宝 所以大臣们也愿意为起安前马后 相传当时候汉武帝派大将军魏卿 带兵前去抗击匈奴 骁勇善战的魏卿大杀四方 把匈奴打得节节败退 大获全胜归来后 被汉武帝赏赐了大批黄金 有相关史书上记载 当时汉武帝赏魏卿的黄金数量高达二十万金 各位看官知道二十万金是什么概念吗 就是二十万金大米白面 也够正常家庭吃一辈子 不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 这二十万金黄金 想必够大家享受几辈子 不仅是魏卿得到了如此多的黄金奖励 在大名鼎鼎的海昏侯大墓中 也曾出土了大量的黄金 于是专家推测 海昏侯墓中出土的黄金 也很有可能来自于汉武帝的赏赐 那么问题来了 现在新华专场出土的这些金饼数量 比魏卿或者海昏侯墓葬中出土的都多 那么墓主人究竟是何身份 他为何会拥有数量这么庞大的黄金呢 专家又为何说这里是一片乱葬岗呢 通过考古专家的实地勘察 结果拎在场的所有专家都打吃一惊 原来就在发现金饼的这个位置 曾在西汉时期有大量的难民葬在这里 所以就被专家称之为乱葬岗 但令专家感到疑惑的是 既然是埋葬难民的乱葬岗 又怎么会出现这么多的金饼呢 被专家推断为乱葬岗的土地下面 竟然挖出了上百枚半斤中的金饼 这是怎么回事呢 如果这里埋葬的真实难民 又怎么会出现这么多金饼呢 事情真相到底是什么 让我们继续往下看 经过专业人员对金饼的仔细分析 发现这些金饼分别刻着两种图案 一种是用小传写成的汉字 还有一种上面刻着微型符号 并且凡是刻有微型符号的金饼 它的黄金纯度都高达99% 而这上面的神秘符号都和那个男人有关 上集我们说到 汉武帝一生酷爱黄金 所以当时各地给朝廷上贡奈税都只允许使用黄金 并且黄金还必须符合一定的标准 要是缴纳的黄金不达标 就会被免去职务沦为庶人 而这些刻有微型符号的金饼 就代表着检测合格的意思 原来早在汉代就有用对购表示通过的行为 专家推测 这些金饼出现在乱葬岗的唯一可能就是被谁私自埋藏在这里 但由于某种原因 所以直到现在还依然留存在此处 在通过翻阅资料后推测出这些金饼埋藏时间处于西汉末年 这就让人不由地联想起当时发生的一起黄金大计案 乃是公元五年被现代人称为穿越者的王莽 篡位成功 刚登上皇位的他就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政策 其中有一条关于货币的改革制度 引起了贵族的不满 触碰了资本的蛋糕 那么他到底颁布了什么制度 惹得群臣激粉了 大概意思是这样 不论是贵族还是平民老百姓 家中都不能私藏黄金 一旦发现轻则牢狱之在 重则株连九族 还派人用货币去兑换人们手中的黄金 声称是等价交换 短短几年时间 就将天下的大部分黄金都揽入宫中 汉书中曾这样记载 当时王莽拥有的黄金数量 府库百官之父 天下艳然 莽一招有志 可想而知 王莽当时坐拥多少资产 但也正是因为他的独断专行暴力执政 建国仅仅15年 就被刘秀起兵讨伐 昆扬大战中 王莽军队节节败退 群众纷纷响应 仅此一仗 就将其军队打得土崩瓦解 而作为获胜方 刘秀军队就该论功请赏了 众人看着藏有巨额黄金的魏阳公 不由地愣了身 上百箱黄金被一抢而空 后来因为战乱 这些黄金也就流散民间 有的人就用轿藏的方式 将其埋在地下 但人算不如天算 可能还没等到再好好的看一看这些金顶 就躺在了某一次战乱中 这些金顶时隔这么多年 还能够重现人间 也算是个奇迹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留言在评论区